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出了昭国防西门 白巨翼就发现前方道路上人影冲冲 人寒马斯 他敏锐地意识到有异常发生 就在躊躇之际 白巨翼听到了惨叫和呼救声 声音淒厉尖锐 平声未闻 声音淒厉尖锐地意识 身穿紫色官服 腰配金鱼带 坐骑为白马 此时的白鞠 已终于辨认出 被行刺的官员 正是本朝宰相 五元恒 公元815年6月初二正午 长安城的夏天闷热无比 暴雨将至 空气中似乎有一张 无形的大网 束缚地让人几乎窒息 对于唐宪宗 与宰相五元恒来说 这一天极其漫长 身在青丝殿下起 他们的心思 却都不在这里 战报 他们等待多日的战报 迟迟迟未到 迟迟未到 八个月前 唐宪宗顶住重重压力 决意对藩镇用兵 朝廷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宪宗皇帝却仍执意讨伐 藩镇割据 这是安史之乱以后 每一位大唐皇帝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安史之乱后 唐帝国由盛转衰 各地藩镇雄聚一方 天下精兵尽在其手 虽然名义上还是唐朝蜀臣 各藩镇却独揽一方军政裁权 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成席 不接受中央罩命 不向朝廷上交赋税 为达到目的 各方节度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要挟朝廷 皇帝形同虚设 帝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唐朝中央政权 当时对各个藩镇的态度 基本上是孤兮取暗 基本上就是大势化小 小事化聊 而且这个藩镇之间呢 互相之间呢 也是出于利益的冲突 有的时候呢 互相结盟 对抗中央 有的时候呢 互相侵害 互相争地盘 互相打的尼死五活 真正当中央 开始讨伐他们的时候呢 这帮人呢 往往也能结成一团 共同对抗 唐朝中央的这个官军 年轻的宪宗皇帝李淳 满怀激情 渴望恢复祖先的荣光 即位后 他一改过去对藩镇的呼吸策略 开始以强硬的手段削弱藩镇 这一次 县宗把讨伐的矛头 对准了怀西节度史吴元济 吴元济 前任怀西节度史吴绍阳之子 其父病死后 按照藩镇世袭的惯例 他自认为怀西节度史 怀西统领深光蔡三州 辅至蔡州 地盘虽不大 但地理位置却至关重要 从此地往西北推进 一日之内就能逼近东都洛阳 往东北一旦控制汴州 就能切断运河交通 威胁帝国的曹运 分阵节度史飞扬跋扈 慕无朝廷 宰相吴元衡力排众议 主张用兵 给予了宪宗皇帝最坚定的支持 请全国兵力讨伐怀西 宪宗志在必得 不料 讨伐怀西战事持续了八个月之久 却是收效甚微 焦急的等待中 战暴终于抵达长安 前线告急 河阴转运院被暴徒偷袭后放火焚毁 失去钱博三十余万名品 补三万余虎 兵甲不计其数 损失惨重 战暴的到来让唐献宗怒不可遏 河阴转运院囤积有大批粮草 是宫应怀西前线堂军的根本所在 用兵所及 莫先粮草 粮草尽失 军心必定动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进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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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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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元恒这番话 令献宗稍感欣慰 但一想到怀西迟迟无法攻下 献宗的心头不由得愁云密布 薛帆一世有如对异 有进有退 不可急于求成 五元恒以对异比喻战士来劝谏献宗 不到最后一步 胜负未有定数 来,我们重下一句 五元恒一番开导 令献宗心头愁云顿开 的确 番阵割据四方日久 要想彻底跟出机会 绝非一日之功 只要复兴大唐 使致不渝 请全国之地 必能平定欢喜 四天台割据 四天台剑又急事求见陛下 这一盘君臣棋局 最终因为四天台剑的求见 而被打断 谁也没有料到 这将是一盘 永远没有结果的对异 六月初二的夜晚 暴雨过后 潮湿闷热 长安城昭国方居所里 白居易夜不能寐 他几次提笔写信 给远在异乡的密友 却最终下笔不成文 令他心烦意乱的 除了怀惜的战事外 还有自己的不得知 几日前 自己服完母丧回京 却被调任太子 左赞善大夫一职 负责对皇太子的讽誉规见 从地位尊贵的汉林学士 到不能参与政事的 左赞善大夫 显然 这是白居易直言上见 造成的恶果 左赞善大夫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那是太子东宫的官吏 太子跟皇帝之间 谁都知道 中国古代是历来有矛盾的 皇帝只要活着 永远不许太子有权利 连太子都没有权利 可以想象 太子手下的官员 是更没有权利 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闲散官员 白居易是以八品的身份 进入汉林学士的队伍的 现在离开汉林学士的队伍了 成为左赞善大夫 左赞善大夫是五品官 表面上讲 他是升官了 但是名声暗将 为什么 为什么是因为 他跟唐宪宗有一个根本性的理念不合 白居易是主和的 而唐宪宗是主战的 和和战针对谁 毫无疑问都是针对藩镇的 白居易是一个稳妥派 而唐宪宗是一个激进派 君臣之间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 发生分歧了 胸怀大志 是要辅助君王成就大业 岂料因直言近见遭受排挤 白居易始料未及 身处困境之中 他仍密切关注局势 怀惜陷入泥潭 大唐势必将难以自拔 也许应该找个机会 去向五元横觐见 宪宗皇帝拒绝他的劝谏 宰相应该听得进去 六月初三一大早 长安天色未明 宰相五元横同往日一样早早出门 前往大明宫上朝 昨日收到怀惜战报 何阴转运院遭袭 大批粮草被烧毁 今日早朝势必要就此事进行协调 五元横考虑着今日早朝商议之事 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浑然不绝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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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正在上朝途中的白居易 恰好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 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 大明宫妹的献宗皇帝 对已然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情 五元恒遇刺最受打击的肯定是唐献宗本人 因为五元恒是唐献宗萧帆的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他们的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就是为了使唐朝的中央政权重新实惠危险 重新显要大唐的荣光 之前的这个整个平叛战争是由五元恒一手运作的 所以他对整个这个形势最清楚 对于这个战争的走向 他有一个非常全方位的思考 那实际上他就成为献宗最倚重的一个人 私人感情亲近 然后呢又熟悉这个战争情况 而且能力又已经得到过验证 所以实际上唐献宗跟他无论从公义 还是从私教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就是处在君臣愈合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可是就这个时候五元恒遇刺 这个可以想象对唐献宗的打击有多大 宰相遇刺 朝野震惊 当日早朝被宣布免除 县宗皇帝急召宰相为贯之张宏敬 前来阎英殿 宰相在路旁被人杀害 凶手却逍遥法外 更古未有 阎英殿中的唐献宗孤独一人 悲痛欲绝 世事无常 五元恒音容笑貌 游在眼前 却再也无缘相见 痛失心腹大臣 唐献宗一时悲从心来 痛哭失声 宰相未到 恶讯又至 就在五元恒被害的同时 刺客在通话坊 袭击了另一名主战大臣 刑部侍郎裴杜 追杀途中 裴杜受伤倒地 刺客以为裴杜已死 这才停止追击 身负重伤的裴杜 幸免于难 裴杜他住的地方 比五元恒还要更靠难一些 他也从家里出发 也从家里出发 那另一帮凶手 就去拦他的路 拦他的路呢 也是想用对付五元恒的方法 来对付裴杜 但是裴杜那天呢 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六月三号 六月三日 那是大夏天 裴杜居然戴着一个厚毡帽 这个事情 其实到现在也无法解释 所以实际上这个歹徒 是拿剑去杀他 已经砍到他的头了 只不过因为他那毡帽很厚 就挡了一下 没有真砍死 所以他就倒在这个沟里了 他倒在沟里呢 他的一个奴仆 又特别的英勇 就去跟那个歹徒搏斗 然后歹徒呢 因为跟他的奴仆纠缠 所以最后就放过他了 放过他呢 他又苏醒过来 然后就被这个随从吧 又给背回家里去了 极力主战的大臣裴杜 遭刺客袭击 虽然侥幸未死 但伤势严重 闻刺恶训 盐英殿中的唐献宗 震惊至极 怀西战士进入关键时期 宰相武元恒突然在上朝途中被人杀害 绝非偶然 同时遭到刺杀的裴杜 身为主战派大臣 对怀西战况十分熟悉 刺客选中裴杜和武元恒作为行刺对象 用意一目了然 毫无疑问 幕后元凶必是翻阵无疑 宰相维冠之和张宏敬 对真相了然于凶 然而他们却在殿下沉默不语 宰相当街遇刺 查明幕后主使迫在眉睫 但此刻 维管之和张宏敬心存顾忌 不愿意在这个微妙时刻多言 担心祸及自身 唐献宗大失所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江四射横尸街头 连头颅都不知所踪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 通往大明宫的道路空空荡荡 当朝宰相在上朝途中被人刺杀 帝国的官员心存幽据 躲在家中不敢上朝 大明宫一片死寂 五元恒死之前 常安城就已经流传这个歌谣了 就是打麦麦打三三三五寥也 打麦什么意思呢 打麦时节啊 就是讲这个事情要这个时候要出事了 麦打麦打是什么呢 忽然的一个打击 三三三和三加起来是六 再有一个三六月三日 六月三日那天怎么了 五寥也 一个姓五的人要完了 要结果了 要死去了 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歌谣做一个解释 就说这是一个天意啊 那什么事情一上升到天意的程度 其实对人心就有影响了 就觉得上天都想这样干了 那常安城就更加人心惶惶了 那那些对宪宗的政策 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 就更有说的了 你看不仅我们国家财力不支持 我们国家的军力不支持 连上天的意愿都不支持嘛 诡异的谣言和猜测 悄然蔓延开来 大明宫内人心惶惶 几日前不祥天相的意识 再次浮上献宗的心头 六月初二 五元恒遇刺的前一天 大明宫青丝殿里 正当献宗于五元恒齐局重开 决意再对异一盘时 太监禀告 司天台剑正有急事求见 司天台是掌插天文历数的官署 所上奏的事情 都与天相异常有关 果然 司天台禀告 近日发现 有常兴于太威 伟治轩辕 如此大步祥天相 欲使国家即将面临 生死存亡的巨变 讨伐淮西已持续八个多月 朝廷军队在战场上 与淮西军僵持不下 收效甚微 自宪宗即位以来 已数次对藩镇用兵 但从来没有像淮西之战 这般困难重重 两个方面有原因 第一个就是 各路军队去 从这个体制来说 没有统一的指挥 是吧 然后呢 这要是能够围住敌人 这样子都能得到好处 不打比打得好处大 第二个呢 唐朝规定 你这出了你的藩镇的这个领地 你就能够得到 一份特殊补贴 就说 他实际上能达到三份工资 本道要给他一份工资 朝廷给他工资 还有一份赏赐的 所以这些人呢 都愿意养扣 来这个 得到好处 战争旷而持久 对我更好 所以这个体制军队 我带人民去打仗 只要这个仗才打 我的工资就三倍 你看这个 这个仗越长 对他越好处 所以为什么他几十万大军 都打不完一个藩镇呢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体制的问题 这些人呢 你这个激励机制有问题 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 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 深宫选夜上演俯升主影 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 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 触摸历史细节层层剥茧抽丝 历史深处暗藏玄机 安史之乱后 藩镇割据一方 大唐帝国四分五裂 年轻的县宗皇帝李纯 一改过去对藩镇的姑息策略 开始以强硬的手段削除藩镇 公元814年 唐献忠下令讨伐淮西节度史吴元济 正当淮西战事进入关键时期 坚决主战的宰相吴元恒 突然在上朝途中被人刺杀 另一名主战派大臣裴渡同时遇刑 身负重伤 一天之内 两名朝廷重臣一死一伤 骇人听闻 诡异的谣言 悄然蔓延开来 长安城内人心惶惶 究竟谁是刺客 谁是主谋 帝国的削藩大计 又会因此而陷入怎样的危机 武元恒遇刺当日 白居易冒着被弹劾跃拳的危险 紧急上书 急请捕贼以血裹齿 亲眼目睹武元恒 横尸血泊的惨状 白居易义愤填膺 请求严惩凶手 他万万没有料到 这份奏书 深深刺痛了县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第一个确实他从职位上讲 他不应该说这个话 因为我们刚才讲 他是太子东宫官员 而东宫历来 是不应该参与国家的太多的政治决策的 如果一个东宫官员要越权越急来上书的话 这个本身也是不合情合理的 这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白居易当时这样做 很多人也是看不惯的 谁看不惯 皇帝本身也不打看得惯 因为皇帝当时对白居易印象不是很好 他主战 白居易一直主和 几年前你说不打不打 现在你又跳出来说打 就是你这个投机分子 你这个人呢 是个机会主义分子 没有坚定立场 第一个来写这样的一个意见书 你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嫌这个闲官难做呀 有没有想出风头的意思呀 有没有想借机在正上翻身 唐宪宗呢 也是不免有这样的猜疑 满朝文武官员集体坚默 自己冒险上书 却换来闭门思过的惩处 白居易满腹委屈 宰相当街遇刺是朝廷的奇耻大辱 上书主张捉拿凶手 完全处于中军爱国之心 为何反而会受到斥责 这是不是一种暗示 朝廷根本就无意追查 惩治凶手和主谋 河北的事情没完全了 山东李次道也在那张扬五枣 现在淮西呢 几十万大军在那里没有进展 粮草枯竭 而主战派的官员被杀 这是个朝廷的人心惶惶 很多人呢也希望稀释人 另外呢你两年战事胶着 这个对于人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皇帝到底还能不能把这个战争支持下去 所以很多主和派的官员 这个时候就要极力上书啊 反对皇帝继续进行战争啊 那这个时候皇帝感受到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年多前 坚决支持皇帝 讨伐藩阵的宰相李吉辅 病逝而去 此次又一位宰相五元恒被害 天下未平而先师两相 县宗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 外忧内患交价 朝中反战呼声愈发强烈 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薛帆也许已经无法继续 阴郁的空气环绕京城上空 更令人惊骇的是 负责追捕的官署 接二连三地收到来自刺客的威胁字条 京城顿时人人自危 谈虎色变 负责收捕的中央禁军 金牙卫 京兆府 长安县 万年县 这些衙门里边 就突然收到了这样的一些字条 上面写着 物及扑我 说你不要着急抓我 小心你的头 这显然是来自于 这个行凶欲方的一种恐吓 所以当时呢就这个 李英抓捕逃犯的这个官员 内部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有些官员就自动自觉的 放缓了追踪的步伐 甚至就自己施施阻挠 然后想要保全自己 刺客气焰嚣张 朝廷官员为求自保 甚至下令停止追捕凶手 如此妥协以求得一时苟安 终于激怒了性情刚烈的唐宪宗 宰相武元恒当街遇刺 凶手却逍遥法外 实在是亘古未有 一位朝中老臣提及此案 动容落泪 幼年京元兵便是出逃的屈辱 刻骨铭心 难道自己只能重蹈当年覆辙 成为又一个软弱的皇帝 纪元兵便是一个唐朝整个皇族 非常狼狈的事情 唐德宗当时是带着一些直系的子孙逃跑了 但是还有一些直系的子孙 七十几个人都在这场兵便中被杀了 所以整个皇族有的是死于非命 有的是流离失所 大唐王朝差一点就灭亡 这个对于年幼的李承而言 肯定是一个终身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最初一个思想的一个来源 皇帝如果软弱的话就会那么可怜 那他为什么后来要重振中央集权 要一心一意的去把他祖父的这个这个 没有完成的事业再完成下去 我想和又年这样一种强刺激 应该是有关系的 此时的宪宗年尽不惑之年 登上皇位整整十载 当年讨平藩镇一统天下的决心势不可挡 如今他却有所犹豫 没有了五元横 自己一个人还能走多远 正当县宗心烦意乱之时 忽然有一阵琴声自远处飘来 今夜里全军西区上雨下 我开看着只许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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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中所唱句句直白 却富含人生哲理 劝君珍惜少年青春时光 莫令岁月空蹉跎 杜秋娘的歌声深深打动唐献宗 一个普通的女子都知道 莫富好时光的道理 自己身负复兴大唐之重任 又怎能如此逃避 几日后 大明宫外传来了裴度昏迷数日之后 终于醒来的消息 一同带回的还有裴度清醒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怀惜负心之急不得不除 裴度呢 而且他是身负重伤啊 头部有伤身上也有肩伤嘛 脚踝等等都受伤了 那很多人可能会选择退缩 我至少我在家里养病嘛 你说这个病养多久都可以啊 但是裴度呢 痒了一个月 而且在这个一个月里 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一次软弱 还是继续跟皇帝讲 尽管我们遇到了这样重大的挫折 尽管我本人差点因此丧命 但是皇帝的这个大业不能够因此而受到这个损害 又一次来到青丝殿 与五元横下棋的一幕幕浮现在县宗眼前 裴度身负重伤 九死一生后还如此坚定 宰相五元横若是在世 必然也会对薛帆一世始至不已 薛帆一世上代时日 有如对异一般 有进有退 不可急于求成 五元横当时的劝谏 仿佛就在耳边 不到最后一步 胜负未有定数 此时的献宗终于明白 如果不踏出第一步 永远都不会知道胜负 即使五元横不在了 自己也要替他把这盘棋下完 永远都不会有止 永远都不会有须 永远都不会有恋 有此人 决定 朝堂之上 众大臣坚默不语 一位大臣提出 罢免裴杜官职 以安抚平庐和承德二阵 裴杜久死一生 醒来后对薛帆一事始至不已 朝中官员未求自保 不仅忧据不敢言 甚至还提出如此落井下石之策 显宗怒不可遏 严厉斥责 若罢裴杜公是奸人继承 何以镇朝纲 我用裴杜一人 足可以破李师道王成宗二贼 唐显宗的话语掷地有声 响彻朝堂 捕杀五元横贼赵火速发布 赵文忠言辞痛切斥责刺客 并声明 凡擒祸刺客者赏钱一万贯 受无品关 有感藏匿驻贼者 全家诸禄 悬赏告示发布后 京城随即展开了大搜捕 戒备森严的长安城 朝廷的权力追查 杀害五元横的凶手 是否会浮出水面 公元815年六月初三的黎明 大唐帝国的官员白居易 像往常一样前往大明宫上朝 刚出了赵国防西门 白居易就发现前方道路上 人影冲冲 人寒马斯 他敏锐地意识到 有一场发生 就在躊躇之际 白居易听到了惨叫和呼救声 声音淒厉尖锐 平声未闻 平声未闻 身穿紫色官服 腰配金鱼带 坐骑为白马 此时的白居易终于辨认出 被刑刺的官员 正是本朝宰相 五元横 安史之乱后 藩镇割据一方 大唐帝国四分五裂 年轻的献宗皇帝李纯一改过去对藩镇的姑息策略 开始以强硬的手段削除藩镇 公元814年 唐献宗下令讨伐淮西节度史吴元济 正当淮西战事进入关键时期 坚决主战的宰相五元横 突然在上朝途中被人刺杀 另一名主战派大臣裴杜同时遇行 身负重伤 一天之内 两名朝廷重臣一死一伤 骇人听闻 诡异的谣言悄然蔓延开来 长安城内人心惶惶 究竟谁是刺客 谁是主谋 帝国的削藩大计 又会因此而陷入怎样的危机 唐献宗下达捕杀五元横贼赵后 京城随即展开了大搜捕 无论是公卿还是贵妻 凡是家有家墙重楼者 逐一搜查 五元横遇死之后 唐朝的中央政府 对搜捕这个刺客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简直是不遗余力 你包括在京城之内 那简直是明查暗访 各个凶贵大臣 无论你再显贵 你只要家里有富弊的 甚至富弊就是那种隔墙的 或者是你坐那轿子有隔层的 务必穷收 无论谁 你都不能抵抗这个命令 案情很快取得进展 6月7日 有官员向朝廷举报 成德禁奏院的立足张燕等人 极有可能是杀害五元横的凶手 然而举报者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 告发的理由居然是 遗凶举止反常 行动可疑 更令人费解的是 宪宗竟然下令将嫌疑犯迅速逮捕 毫无证据 就牵强认定这些人为凶手 仅仅因为他们是成德节度使王成宗的手下 唐宗竟下令讨伐怀西之时 天下藩阵大多已归顺朝廷 只剩下平庐 成德 怀西等寥寥数阵 怀西位于中原复兴 足以牵一发动全身 若是朝廷打下怀西 那么平定成德与平庐也就指日可待 纯王齿寒 平庐节度使李师道和成德节度使王成宗 对朝廷新兵讨伐怀西大感恐慌 于是各行其道 意图阻止朝廷用兵 王成宗就将自己的这种军队 或者是私兵家兵也好 他向周围四处出击 周围四处出击的意思是 我扰了你唐朝整体的这种政绩格局 就不让你心安理得的 所以他首先就烧了这个和音苍苑 在这个地方储存粮食 当时主要就是用作冰粮 那如果说他讨伐怀西 讨伐这个无缘计的话 就要从这来提粮草 这时候他把这个和音苍苑给破坏掉 实际上就从后勤补给上 要卡断唐朝这个官方军队的脖子 为了阻止朝廷队怀西用兵 王成宗甚至还派遣心腹尹少卿 携带大批珠宝 前往京师长安 大行贿赂之事 首要目标 正是全面主持怀西大计的宰相五元恒 面对尹少卿双手奉上奇珍异宝 五元恒根本不为所动 为怀西说情 影响献宗决策 中断讨伐 毫无可能 五元恒义正词言 断然回绝 尹少卿契机败坏 已是威胁五元恒 若不设无缘计 环西局势必将有变 大唐社稷必将危急 大唐社稷自由规矩 五元恒被这番目无朝廷的言辞激怒 当即下令将尹少卿轰出门外 尹少卿恼羞成怒 愤然离开 怀西被朝廷大军包围后 除了怀西捷度使无缘计之外 最奇不可待的 就是平庐捷度使李师道 和承德捷度使王成宗 这三人都有杀死五元恒的可能 其中 王成宗的嫌疑最大 此时恰巧有人举报 王成宗的下属 承德禁奏院的立足张燕等人 行迹可疑 王成宗当时他的承德镇 在中央有这个禁奏院 所谓禁奏院是什么呢 其实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 就是藩镇在中央在长安城 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 把皇帝的一举一动 朝廷的主要劫策 都及时的反馈给这个地方 反馈给藩镇 那么藩镇如果需要跟朝廷做一些打点 比方说给官员送礼在皇帝面前说好话 跟宦官沟通 这也都是由禁奏院来进行的 当然张燕受怀疑 也是有他的合理性 为什么 他就是承德禁奏院的立足 因此他又作为一个武足 又作为一个武夫 因此身材又高大 有可能当时有人指认他的身形 跟这个混乱之间所看到的刺杀武元恒的刺客 有几分类似 因此呢 唐朝政府就是把他抓捕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捕风捉影 王成宗阴险狡猾 为阻止朝廷对淮西用兵 多次上书诋毁武元恒 武元恒遇刺前一天 王成宗手下尹少卿 还前去拜访武元恒 遭到宰相拒绝之后 尹少卿甚至当众对宰相出言威胁 第二天清晨 武元恒就被刺杀于长安街头 刺杀前一日的拜访 就是王成宗对武元恒下的最后通敌 如此分析下来 作为王成宗在长安城的爪牙 承得禁奏院的这些立足 毫无疑问 就是头号嫌疑犯 从唐宪宗这个角度来讲 对于王成宗那边 是一直没有任何好感的 那现在 宜兄又出在他这边 从唐宪宗本身这个角度来考虑 他也心里是非常怀疑 承得这边的 所以呢 他就急着要捡 当时就拿出了这个 承得戒督使王成宗 写给他那些诽谤武元恒的那些信嘛 还有包括写给宰相那些恐吓信啊 等等都拿出来嘛 说你看 他之前是有这个想法的 那现在又出现了这个事实 然后这个凶手本身又招供了 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尽管大臣一再奏请慎查此案 宪宗仍然一意孤行 下令将张燕等人处死 轰动一时的武元恒遇刺事件 就此草草结案 认定承德节度使王成宗为幕后元凶 以宪宗强硬的性格 新兵讨伐承德 已是势在必行 对于大臣们反对出兵承德的苦心劝谏 宪宗根本就听不进去 幕后元凶为王成宗证据确凿 议定王成宗之罪 为何群臣如此反对 陛下万万不可如此轻率 陛下万万不可轻率 面对群起反对的大臣 宪宗拿出了不久前 王成宗诋毁武元恒的奏表 直指这就是王成宗 谋害宰相的铁证 怒不可恶的宪宗质问群臣 常德狂徒如此胆大妄为 如果不议定王成宗之罪 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大唐朝中无人 陪度十分清楚 以宪宗强硬的性格 如此态度坚决地 让群臣议定王成宗之罪 接下来势必打算出兵讨伐成德 然而目前怀惜战事僵持不下 同时出兵讨伐两大藩阵 显然是并不明智的 意识到宪宗皇帝不愿意就此妥协 陪度不得不重提六年前 讨伐王成宗失败之惨痛 六年前 唐宪宗决议新兵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成宗 然而朝中重臣并不赞同 成德藩阵割据一方已根深蒂固 如果出兵成德 其余藩阵必定暗中勾结 难以讨平 然而宦官吐吐成锤 迎合宪宗之意 自请领兵讨伐成德 宪宗不顾朝臣反对 欣然同意 但是宦官本身呢 他不太懂得军事 或者是他不是军事战略家 所以他有的时候指挥呢 应该说是瞎指挥 或者说是指挥不当 那另外呢 这个宦官跟武将之间 也有一个互相勾结的关系 武将这个时候啊 很多武将他不是真心想要打胜仗的 他是所谓顽扣 就是我跟这个敌人做游戏 我也不打他 他也不打我 然后呢 我就以这个贼扣长期存在为理由 不停的壮大自己的势力 所以最后这样下来 指挥又不行 真正打仗的人又不卖力 所以那次讨伐王成宗 就是以彻底失败告终了 是该当机立断 讨伐成德 捉拿刺杀宰相的幕后元凶 还是该听从群臣的劝谏 暂且按兵不动 唐宪宗愁愁不定 难以抉择 切勿意气用事 以免怀惜陷入跟昔日 成德一样的困境 陪度的逆耳忠言 终于让县宗冷静下来 宰相当街遇赐 乃大唐奇耻 如今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 然而 如同裴度所言 六年前出兵成德失利 今日再次讨伐 胜算不大 更何况 如今淮西战事焦灼 若再出兵成德 对战局极为不利 宪宗的耳边 回想着陪度在朝堂上的劝谏 讨伐怀惜 拓在眉睫 切勿因王成宗是杀害 五元恒的幕后元凶 而改队成德用兵 应集中力量 先打击怀惜 这番话出自宪宗 最为倚重信任的大臣 陪度之口 令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此事 薛帆一世 犹如对异 不到最后一步 胜负未有定数 五元恒遇刺前的忠告 犹在二旁 终于 宪宗放下了 出兵成德的念头 六月二十八日 五元恒遇刺后第二十五天 承德禁奏院立足张燕等人 被作为杀害五元恒的凶手 斩首示众 一桩惊天大案 终于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 一封绝王承宗朝贡赤 赵告天下 在赵文中 宪宗一方面公开指责 是承德节度使王承宗杀害了宰相五元恒 罪恶滔天 另一方面 又称考虑到承德百姓的利益 为使王承宗有机会改过自新 朝廷紧紧决断承德的朝贡 而并未出兵讨伐 这件事情 是唐献中 对事态的一种 实际上是对现实事态的一种妥协 这种妥协 如果正面来说 说明唐献中的一种政治策略 我要审时夺势 各个击破 哪个地方是阻 哪个地方是次 现在承德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把它摆在第一位 而第一位是放在南部了 因此在这种心态之下 他有个利益全盘考量 如果你要说这边我也不妥协 怀惜就是无缘进入还打着 那分头出击的话 本来中央的力量就弱 这时候就会更加弱势 所以当时虽然说锁定王承宗是凶手 而且朝廷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有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进行 自宰相五元恒遇刺以来 京城上下人心惶惶 官员惊骇震恐 甚至不敢上朝 毋庸置疑 县宗认定承德禁奏院立足为凶手 难免掺入了主观异断的成分 然而自此 京城秩序迅速恢复 人心得以安定 五元恒遇刺案告破后 县宗下旨 裴渡升任宰相 受命于危难之间 裴渡接替五元恒担负起 争讨怀惜的重任 惩罚张燕 本身是一个大快人心事 当时京城找不着凶手 一旦朝廷说凶手找到了 然后伏法了 老百姓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之后我们马上接着 任命这个裴渡为宰相 实际上就表明了皇帝一种坚强的决心 无论如何 死再多的人付出再多的代价 这个平叛战争还是要打下去的 这也给朝廷的官员一种激励 也就是说原来有些人会游移 皇帝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 自己手术两端 那现在皇帝已经表明太多了 我坚决主战 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护皇帝 然后全心全意投入这场平叛战争 所以无论对官对民 对于一个社会风气 对于一个舆论引导 都是很积极正面 五元横遇刺案就此终结 不幸的是 白居易成为这场政治斗争 无辜的牺牲品 五元横遇刺后 白居易愤然上书 禁言讨凶的正义行动 成为他无视朝廷的一大罪责 其后 白居易又被恶意诽谤重伤 所以当时他的政治对手 就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很卑劣 说白居易道德上不行 道德上怎么不行呢 冒犯了一个大的机会 他不笑 他母亲不是看花 在井边看花 掉进去淹死的吗 然后白居易接着写的诗里头 还有赏花诗 还有心井诗 就说明对母亲是没有感情的 真是不笑 中国古代 讲忠臣必须取自孝子之门 忠孝是一体的 那如果不孝 再加不孝 在国家也就不能忠 所以就抨击他个人道德有问题 个人道德有问题 那么政治道德也是不可靠的 所以这个理由就把它贬官了 贬到什么地方呢 贬到这个江州 在这场凶恶艰险的政治斗争中 白居易身心俱伤 到江州司马上任后次年 他写下琵琶行 其中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 引发过无数失忆者的共鸣 成为了千古绝唱 五元恒盛大的葬礼 向天下人倾诉朝廷对痛失宰相的哀悼 也试图将宰相遇刺的耻辱 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青丝殿中 献宗皇帝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送别五元恒 即位之初 献宗身处困境 五元恒力排众议 主张用丁 给予了他最坚定的支持 献宗坚信 五元恒正是自己 期待多年 志同道合的知己 然而复兴大唐的共同理想 还未实现 两人却已是生死相隔 没有了五元恒 薛藩的道路 自己一人还将继续走下去 只是不知道 幕后元凶王成宗归案伏法 让五元恒真正安息的那一天 何时才会到来 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 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 身攻血液上演俯生竹影 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 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 权力交织下智慧与阴谋的较量 无数迷离中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历史深处暗藏玄机 五元恒一案终于告一段落 当所有人都认为凶手伏法 案件真相大白之时 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 当时这个节度史一般在长安有进走院 在洛阳也有办事机构 在洛阳办事机构 李时道就在那养了很多兵 养了很多兵呢 就打算这个谋划 要去袭击洛阳的这个东都的留守的这些官署 然后在洛阳制造一个大的混乱 眼看就要爆发了 这时候呢 因为一件小事 有两个这个军将 两个小卒子 就受到处罚了 受到处罚 那这两个人就借机就投奔朝廷了 投奔朝廷 然后就供出了这么一个大阴谋 李时道策划的东都叛乱 因为及时发现而被迅速停地 与此同时 一封加急加密的奏报被送往长安 奏报内容 令县宗大惊失色 五元横遇刺案 另有元凶 这个东都叛乱平定之后呢 就俘获了有两个叛将 一个是叫资家珍的 一个叫门查的 审讯这两个人呢 在过程中呢 却意外得到另外一个消息 让大伙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 是什么消息呢 就当时啊 这两个人供出啊 杀害五元横的真凶啊 是平庐节度使李时道所派 而不是这个王成中所派 这件事情就大出众人意料 怀西被朝廷大军包围后 除了怀西节度使吴元纪之外 最奇不可待的 就是平庐节度使李时道和成德节度使王成宗 这三人都有杀死五元横的可能 其中 王成宗的嫌疑最大 为了阻止朝廷对怀西勇兵 王成宗多次行贿五元横不成 出言威胁 再加上部下张燕与刺客身刑举止相似 王成宗被认定为刺杀五元横的幕后主使 起料 东都叛乱平定后 意外发现真正的元凶 竟然是平庐节度使李时道 出于存亡齿寒这个考虑 李时道就怕怀惜着 这个藩镇被灭了之后 影响到他平庐节度使所管家的范围 所以说他就希望把五元横刺杀了之后 能使唐宪宗收回平定怀西的这样的成命 起料想五元横被刺杀之后 比五元横主战态度更坚决的 御史忠诚裴杜被唐宪宗任命为丞相 而且亲自到前线去监军 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李时道更慌 因此他就决定派人在东都发动叛乱 尽管东都叛乱被平定 宪宗仍然深感震惊 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泄密 平如数千叛兵占领空虚的洛阳轻而易举 一旦东都洛阳失控 平如节度使李时道在率尸北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请求讨伐李时道的奏言 宪宗流露出赞同之意 得知此事 宰相裴杜匆忙入宫 面见献宗 李时道罪行不容赦免 然而此时讨伐 绝非明智之举 献宗明了裴杜的来意 于是开门见山 告知裴杜自己已决定出兵讨伐 平如节度使李时道 见献宗心意已决 裴杜坚默不语 按照献宗的计划 将怀西之部调往平如 先凭平如 以示势在必行 深知此举并不可取 裴杜直言相劝 怀西无缘计 已难持久 此时若转讨平如 怀西将得以喘息 见献宗有所动摇 裴杜话锋一转 谈及李时道罪不可赦 然而只要平定怀西 平如失去依托 秦获李时道便指日可待 裴杜的分析切中要害 平定怀西还是讨伐平如 这两种策略孰高孰低 已是不言而喻 按照道理来说 你要在东都发动暴动 对吧 焚烧东都的攻势 你还当初杀五元恒裴杜的 又是你派的 似乎不是成的王春宗的 宪宗应该年正不待 不过裴杜这是告诉他 这时候可能不能再 这个来对付贫庐李时道了 因为为什么呢 跟王春宗已经破裂了 那怀西的战事没接触 如果你再对 资清贫庐的李时道用兵 那不是这个自乱阵脚吗 所以他当时呢 他从策略上 他就隐忍不放 没把这件事情给 这个公开 昔日帝国最强盛之时 大唐天子军临万邦 雄士八方 然而如今 宪宗却只能在偌大的宫殿中 寻找一片清静之地 接受裴杜的劝告 唐宪宗中段出兵平庐的计划 集中力量打击淮西 四年的战事消耗 国用虚劫 民力匮乏 朝廷上下组战的奏章 如雪片般纷飞而至 未解献宗燃眉之急 裴杜主动请求 前往淮西前线督战 丁走的时候 那个献宗表示 不杀完这个叛贼 决于汉朝 叛贼在 我不会回来的 这叛贼消灭 我才会回来的今天子 裴杜词别之际的慷慨誓言 令献宗感动落泪 一曲金旅衣 更让她时常一起 两年前的夜晚 一个普通的女子都知道 莫负好时光的道理 自己又岂能半途而废 削除藩阵复兴大唐 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更是对已故宰相 武元恒的承诺 唐宗宗从最早的这个全力支持萧帆 等到了这个武元恒遇辞之后 他肯定有所犹豫 这么多大臣阻止他继续用兵 他肯定是有所动摇的 但是这个御史终成裴杜 又给了献宗新的勇气 你武元恒死了 有我裴杜在 而且裴杜当时又表态 他要亲自到淮西战场最前线 来当都军 这个时候的唐献宗 尤其再加上裴杜的支持 他当时所感受到的 我觉得不仅仅是动摇 动摇可能是一闪念 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宰相被刺杀之后 他所产生的那种悲愤感 那种气愤感 因此有法研发的更大的决心 来平定翻阵 公元817年10月初十的夜晚 天寒地冻 风雪交加 唐宗宗在青丝殿中 独自等待着战暴的到来 千里之外的蔡州 正在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决战 为了将大唐从困局中解救出来 大将李肃率领一支骑兵穿越敌军腹地 准备出其不意直取蔡州 生擒怀西节度史无缘解 这一战若能成功 怀西战局就能全力扭转 散换过� 这个吴元纪的战略是这样 他呢 首先很多猛将 猛将各自为战 都在对外 这个低于这个 这个中央的冠军 但中央调的军是各个藩镇的军队 又互相呢 都没有统一的指挥 因此如果要硬拼死打的话 这个战狂而持久 所以呢 李肃呢 就采纳李佑 李佑是吴元纪大家的建议 说如今呢 淮西的精兵都在外 蔡州老肉空虚 所以他们呢 用齐西蔡州的办法 就是出其不意的办法 到了这个蔡州 拿下了这个吴元纪 所以其他的这个 这个 在外 抵抗冠军的将军就纷纷投降了 所以 秦泽先请王 王秦下了 所以这个战队取得决定胜利 叶西蔡州最终以朝廷军队的胜利告出 怀西截度使吴元纪被迫投降 怀西由此一战而定 天下震度 脱离了大唐中央政府整整三十多年的怀西 终于收复 吴元纪和他的部下 这是跟朝廷打了三年仗的这么一个桀骜不寻的一个截度使 那对他的惩处情况 实际上是考验宪宗的政治智慧和他的政治远见的 所以实际上宪宗采取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就是吴元纪当然没有问题 他是要杀掉的 可是罪止一人 就是不要牵连更多的层面了 这样就有一种迅速的安抚人心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让天下看到了皇帝的气度 让其他桀骜不寻的这个藩镇也会感受到朝廷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吴元纪他的势力被消灭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热潮 就是大家都归顺中央 怀西平定后各藩镇恐惧不安 不久 横海 幽州 承德镇节度时 纷纷上表请求归顺朝廷 两年后 唐宪宗派兵讨伐贫如 随后收复资清等十二州 至此 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 分裂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 终于恢复了统一 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 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 身攻血液上演俯升主影 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 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 权力交织下智慧与阴谋的较量 多数迷离中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历史深处暗藏玄机 自安史之乱以来 大唐帝国从未有过如此辉煌 君臣连妹奋力铸就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为了庆祝迟来的胜利 宪宗皇帝特地在太极宫林烟阁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林烟阁是唐代为表彰功臣而建筑的高阁 昔日只有太宗皇帝比市民灭掉东突厥时 才在这里举办过宴会 回想起以往度日如年的艰辛 面对当今如山岳海涛般扑来的赞美声 县宗开始有些陶醉了 那到元和末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安史之乱之后 前所未有的局面 什么局面呢 没有格局失灵 整个国家又重新归于一统 中央集权又重新得到确认 那这个局面因为是在县宗元和年间实现的 所以人们就管这个事情叫做元和中兴 尽管节度使握有重兵的局面 并未彻底改变 但大唐帝国已开始呈现出 唐中期未曾有过的兴盛契下 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小太宗的美誉 此时的唐宪宗并未想到 他的确有着跟太宗皇帝一样的坚强意志 有着复兴大唐的凌云壮志 然而他并没有太宗那样虚心纳贱的胸襟 和胜利的喜悦相比 对五元横的思念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过去的一切终究是要告别 没有下完的棋局 就此让他结束 从此以后 宪宗皇帝再也没有来过清司殿 圆和十二年取得平盘无缘纪的胜利 圆和十三年就是元旦的时候 宪宗就开始大肆铺张起来了 说我们要搞庆功宴 为了搞这个庆功宴 我们得有地方要重修林德殿 当时也有一些曹臣不太满意 因为你这个国家长期冰火连天的 财政方面支出都非常的受到限制 甚至有一些亏本 现在你出来以后还是大肆兴建 所以有些大臣并不是特别满意 去上见皇帝要适可而止 裴杜就跟宪宗皇帝上书 说最好不要这样干 如果这样干的话 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都有可能丧失 皇帝如果要是过于义乐的话 那这个国家还会出现新的不利的局面等等 就这些上书就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宪宗的态度就很有趣了 如果宪宗是一个完美的皇帝 这时候应该接纳裴杜的意见 继续历经土治 继续捐思维 然后把这个胜利成果供估下去 但事实上宪宗没有这样干 宪宗干什么呢 马上追究 谁把这事告诉的这个裴杜 这些人要不要追究责任呢 然后这殿呢 该建还是要建吧 所以实际上就等于已经不太听 这个忠臣良相的意见了 直言极见的裴杜 让宪宗深感不悦 不久后裴杜被贬为河东捷渡史 离别长安之际 裴杜类别五元横 一对在极度艰苦条件下 供过患难的君臣 最终还是未能同享荣光 飞鸟进梁宫藏 这样的悲剧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 周而复始的上演 历史仿佛就是一个怪圈 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在元和十二年解决怀袭以后啊 恐怕这对唐宪宗本人来讲 也是他事业的顶峰啊 那么任何一个取得辉煌成就的帝王 几乎都无法逃脱的一个怪圈就是 陷于他的成就感当中啊 开始了一种自我放纵 表面上的唐朝的帝国 又回到了原先正常 这个大义统的这种轨道 而唐宪宗本人呢 就日益的刚笔自用 信用宁臣 服侍丹药 而且他的昔日那种 消翻安定天下 恢复大唐帝国荣光的那种雄心的 日渐消磨 变革之路充满艰难 唐宪宗历经万难 完成了帝国统一大业 但也正是他亲手葬送了 来之不易的一切 平定怀惜之后 唐宪宗开始沉迷于道士的丹药 追求虚幻的神仙境界 理想逐渐远去 大明宫外的世界 早已和宪宗皇帝无关 在他看来 只有一个奇迹等待着自己 那就是超越死亡 而火炉里闪烁的金丹 才是最好的武器 想要百折不回 成就一番工业 做出一番道理来 这就是唐宪宗前妻所做的工作 所以呢 他开始任命吴远恒 后来任命裴杜 然后持之以恒的进行薛藩战争 在这个战争过程中顶住了很多的压力 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最后终于取得成功了 成之后 最好的 那当然是继续的历经土制 继续的聚恩思维 可是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点对人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这么艰难困苦的局面下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就 但是一旦成就取得 人心就容易自满了 自足了 然后就开始奢侈腐化了 就开始想邪门歪道了 然后最后就是败有蛇了 所以我想的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很大的一个命题 成有勤俭 败有蛇 沉迷于丹药之中 县宗逐渐变得萎靡不振 公元820年正月27日 平定怀西不到三年 县宗皇帝离奇死亡 年仅43岁 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 打败了强大的藩镇 开创了元和中兴 最终却输给了自己 随着宪宗的离世 大唐帝国很快又陷入了混乱 藩镇割据死灰复燃 宦官专权欲演欲练 大唐的天空从此再也看不到一点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